欢迎收看历史猛回头 如今的巧克力可谓是风靡全球 很多人对巧克力都是情有独钟 加上它丝滑细腻的口感 以及琳琅满目的造型 是情侣之间的调节剂 是爱人之间的定情物 更是孩童眼里的绝佳灵食和奖励 起源于南美洲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巧克力 最早期在西方国家是特别流行的 当时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多种类和花样 但是因为甜蜜的口感备受西方人的喜爱 而作为有五千年文化底蕴的中国 巧克力和我国百姓间的缘分也是非常早 在我国第一个试吃巧克力的不是别人 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 开创清朝盛世的康熙皇帝 西属中国历史上的千古明君 康熙帝绝对是位列其中 也正是因为这位千古一帝对巧克力的误解 以及他对巧克力的三次评价和态度 让巧克力在中国失去了一次打开中国市场的机会 在中国流行起来晚了很多年 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呢 康熙和巧克力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说康熙误会了巧克力呢 自从清太祖入关建立了大清王朝后 到康熙时期 清王朝的繁荣达到了最颠覆 康熙六岁登基之后 是清朝在位最常位的皇帝 而且清王朝在他的手里发展的是升级勃勃 也能看出他是一位很有魄力的皇帝 康熙年间一开始虽然也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但是仍然有一些西方国家的传教士来到大清的土地上 作为当时的一国之君 大清王朝的掌舵人 康熙对这些传教士表达出了很好的态度 不仅如此 康熙对西方的一些新奇的东西 对西方的文化都有所涉猎 然而对于这些东西都抱有很大的好奇心 当时的康熙皇帝呢 有很多西洋货 如这个望远镜啊 这个电子钟表啊 然而在这些西洋货中 康熙最为感兴趣的还是西洋药 当然这其中也是有一段渊源的 康熙之所以对西洋药感兴趣 是因为这些西洋药救过他的性命 他本身切身实际的感受过西洋药的效果 在康熙32年之时 瘧戒碰碰碰出现 当时的很多百姓都难逃厄运 被感染的百姓痛苦不堪不说 弄不好还会丢掉性命 此时作为皇帝的康熙也不能幸免 被受瘧疾的折磨的康熙啊 下令太医院必须拿出治疗方案 然而此时的清朝太医院 对这些瘧疾这种病症 知之甚少 根本拿不出什么有效的治疗药物 正好此时有一个传教士来到中国 他在自己的国家刚刚经历了一场这样的瘧疾 犀礼 所以对瘧疾的病症很清楚 此次来到大清身上正好也带着治疗瘧疾的特效药 于是他就将此药献给了当时备受瘧疾折磨的康熙蒂 一开始康熙蒂并不想尝试 太医院对西洋药也是嗤之一别 但是他们给康熙蒂开的中药方子实在是没有效果 脱于无奈之下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康熙蒂尝试了西洋药 也就是金鸡纳霜 当然结果就是康熙蒂的瘧疾快速的恢复了 至此康熙蒂对西洋药物非常的崇拜 也很感兴趣 也是因为此事啊 康熙对这些西方来的传教士十分领域 经常让这些传教士入宫 给他讲述西方的文化 或是提供一些西洋新奇的小东西 时间长了呀 康熙发现这些传教士都很喜欢喝一种黑乎乎 类似汤药的粘稠的液体 这些被西方人称为 卓克拉的黑色物体 就是现在的巧克力啊 这也就开启了康熙蒂和巧克力之间的缘分了 康熙皇帝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试吃巧克力的中国人 其实一开始康熙皇帝之所以对巧克力有这么浓厚的兴趣 是因为巧克力第一次给他的感觉就像是中国的草药汤子 所以康熙蒂误认为这个备受西方喜爱的液体是一种汤药 因为先前的经历对西药甚至佩服的康熙 对巧克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直想要尝试一下这个药方的效果如何 但是我们都知道啊 古代帝王入口的吃食是多么的繁琐和严寡 因此康熙蒂对这个他很好奇的药方啊 也是百般打听啊 为了在这个入口之前弄清楚巧克力的药理 康熙就命令当时内务府任职的传教士 赫世亨为其办理此事 传教士赫世亨对康熙交代的任务十分重视 他先到传教士多罗那里跑了很多的戳克拉 然后在各个传教士中打听戳克拉的最好的使用方式 据了解啊 当时巧克力并不像现在的巧克力 开袋及时 当时的巧克力就是一种液体的饮料 需要用热水化开之后 调配上白砂糖来使用的 有点类似现在的咖啡 赫世亨在详细的调查之后啊 他甚至为康熙蒂写下了一份900多次的详细说明书 将巧克力的起源的味道啊 使用方法以及具体的功效都做了详细的说明和谈述 不仅如此 赫世亨为了能够让康熙蒂有一个很好的体验过程 能够接受巧克力的味道 又是为了此次献保 专门打造了一套品尝 赫世亨的专用器皿 用料是十分讲究啊 器皿分外精致 在将赫世亨先给康熙皇帝之前 赫世亨亲自调配了无数次的赫世亨饮料 赫世亨和糖的比例 甚至要放多少水才能让赫世亨的味道更加浓郁等等等等 这些他都有亲自实验和品尝 在确定没有任何问题之后 赫世亨带着赫世亨以及食用说明进攻面胜的 大点之上啊 赫世亨滔滔不绝的为康熙帝解说着 绰克拉的使用方法 并将手中的说明书呈现给了康熙皇帝阅读 然后啊就按照之前练习的方法 为康熙皇帝调配绰克拉 精致的器皿 烹调直视的黄金比例 让绰克拉的香味飘满整个大点之上啊 康熙皇帝看着手中的说明书 闻着绰克拉的香味 脸上的表情却是前品万化的 他一直认为啊 绰克拉是西奥 然而赫世亨在说明书中对绰克拉的作用 对此康熙帝啊顿时失去了品尝的心情 但是对于好面子的康熙 没有将心中的想法说出来 只能硬着头皮品尝了一下 一股又苦又甜的液体顺喉而下 已经习惯中国茶叶清香的康熙 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重口味 抿了一口他就放下杯子了 淡淡说了一声 知道了 至此之后呢 康熙皇帝也再没有提过绰克拉 这件事啊也就不了了之 也正是因为康熙皇帝对绰克拉的态度 让巧克力失去了一次占领中国市场的机会 当然也是因为巧克力让康熙对西奥失去了兴趣 而且随着越来越接触西方文化 康熙皇帝对待这些传教士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后期甚至为了杜绝他们再来到大清 做出了打压的行为 这是为什么呀 自从大清落官之后啊 建立的仍然是封建统治社会 借鉴前几个朝代灭亡的教训 在清朝时期 掌权者更是将封建民性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他们所能允许的是百姓只能听从皇权 在百姓心中啊 皇权是至高无上的 是不可挑战的 然而西方的一些传教士所传授的基督教啊 和当时清朝统治者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 随着康熙对西方文化和西方自由的思想的了解 他才明白这些传教士在大清的土地上传播的是什么 顿时感觉到他们的危险性 这些洋人传播的佛教思想是令他拱然大怒 他认为这些西洋人都是无道小人 在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情况下 还妄谈中国文化 康熙帝对于他们翻译出来的思想更是嗤之一鼻 为了一防万一 在康熙后期 他就开始打压这些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的不健康言论 甚至严明禁止这些传教士在中国传教 为了击退这些传教士的热情 更是编造了一些鬼神之说 让当时的大清朝的百姓们相信 这些传教士会带来灾难 正是因为这些操作呀 当时的清朝百姓对洋人都是避之不及的 生怕战染上了晦气 有的甚至认为被洋人的蓝眼珠看到自己就会被射去昏破 这样的想法可见当时百姓对洋人的厌恶程度了 也正是由于康熙后期对洋人的态度 以及康熙对洋人思想的打压 在那个世袭制的封建社会 康熙的儿子孙子们也顺着老祖宗的思想 对洋人的态度一直被延续下来 甚至到了乾隆年间 他更加严格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将洋人打压在外 不允许他们踏入清朝土地半步 然而就在中国紧闭大门 对西洋文化严防厮守之时 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技术 一些先进的思想 都被清朝政府排除在了国门之外 经历几百年的清朝 西方一些国家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 国家实力大增 一块小小的巧克力 展现出来是封建社会下 统治者对百姓思想的束缚 纵然是在英明神武的帝王 需要的仍然是听话服从的奴仆 自诩天朝上国 他们没有遇见百年后的结果 民治不开 民风肯定是落后的 社会是平治不前的 尤其是康熙后期 九王夺敌的战况 各党派之间疯狂的敛财 由此拉开了清朝走向衰败的序幕 康熙之后的乾隆皇帝还是有所作为的 但是奈何后期也是奢靡成性 对朝政也不大理会了 然而在乾隆之后的皇帝 多时碌碌无为 政绩上没有多大的突破不说吧 奢靡之风始终不减 甚至为了奴化当时的百姓不让他们拥有独立的思想 清朝后期的文字域 修四库全说 实行八股科举等等 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掌军者他们所做的不是强化军队 开疆拓土 而是怎样能让百姓不反抗 怎么能让他们更加的奴性化 本来国父民强的清朝在多年的闭关锁国之后 腐败落后就显现出来了 这也就为后来的八国联军攻打清朝 火烧圆明园等一系列让国人感到屈辱的事情 埋下了伏笔 同样也开启了中国 近现代史百姓流离失所 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原因 明镜与点点栏目